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四月26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丹希米 新聞一開始先關心到 中華館一百十三年度 熱動政魔環熱鋼標用代表 25號會報到的火段機場 由中華館在往日 班中標用四百共三位魔環熱鋼 官府也希望國企業來享用 幸福企業 同時熱鋼朋友 讓優秀萬港實際的鼓勵得好你 總認知留在中華 中華館長王回比 在一般中華修標用的 這個幽默熱鋼 感謝他們的工作上的結束表現 中華館一百十三年度熱動 這個魔環熱鋼標用代表 25號會報到的火段機場 王館長表示 中華館總共有六十四萬多名熱鋼 長期建修營的工作 是中華經濟的重要撒手 青春年俗軍更是主要的動力來玩 官府非常重視青年集結 也是目前市政風向之一 官府用心在這間訓練 三號合作 探設一間點點合佈 並且整合集約後的主要點點 就是希望能夠提高集約機會 小生利用這個機會 來感謝我們所有的勞工 勞工節快樂 五一勞工節快樂 那我們今天總共表揚 有四百零三位模範勞工 感謝我們六十四萬的六甘朋友 民宿時在工作上面 大家用心努力 再讓我們中華的經濟 在台灣被看得見 在這邊再次利用機會 感謝所有勞工 那彰化縣政府也則有旁貸 如何讓勞工朋友 有更好的一個收入 那我們除了平時的職訊以外 那也有這個六大廠次的大型的 這個我們的找工作 還有兩百多廠次的小型的這個媒合 那再再就是希望企業找到好勞工 我們勞工朋友 能夠找到優質的企業 大家一起來打拼 讓我們中華的經濟可以好得好 這次是有標準的模範 我們在港黨中有三位市民發揮 他們在退休之後再度等一場 受到大家對他們的困難 我到處無緣無故說 心情很高興 我在三位王子公司 秀水 做四十九年 公司就不再請我 我還在服務 被提拔為勞工 當然是很高興 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受之有愧 因為年紀大的工作什麼都 比年輕人還是差一點 搬退休以後 當然老闆感謝給我再機會 叫我再回來做 同事之間也說好像都 老了比較尊重一點 大家互相工作 還是滿快樂的 很高興醫院就是不嫌棄 我們這個退休人員就再回來 從事護理工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因為疫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流動力很高 所以又回來幫忙 管復樂工儲標時 中華館有六十四萬名的樂工 這裡的樂工朋友 用相處打下經濟的歡迎 他們發揮自己的熱量 共享自己的地位 但是這樣真行 這裡還能帶動中華館的歡迎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輝 短暗 彩虹伯德